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没了收入 不多的积蓄也很快用完 不禁痛苦发问 谁知道我这么多烦恼 的确 从这几年李佩晶身上传出的各种信息来看 如今这位歌后过得着实不算很好 露面都是十分憔悴的样子 比起年轻时的意气风发 现在的李佩晶似乎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年轻时的李佩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炙手可设的明星 二十岁音一首《我爱月亮》走红 就此成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月亮歌后 好景不长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 李佩晶的腿部却突然发生病变 两次手术也未能让情况有所好转 此后李佩晶只能靠在轮椅上度日 好在起初仍怀有乐观心态的李佩晶 并未被病魔打倒 要有极高音乐天赋的她 每天依旧坚持唱歌 复健 但随后就有媒体爆出 平日家里人对李佩晶不管不问 还不断向她要钱的恶劣行径 连婚姻也受到家人的影响被葬送 逼迫她与照顾她超过三十年的丈夫离了婚 原生家庭不幸 中年病痛缠身 但李佩晶都是微笑着去面对生活每一个难关 如今的她早与父母断绝来往 镜头前也总以微笑示人 可实际的生活中却面临诸多压力 甚至在2019年3月6日时 李佩晶还因为吞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救治 吞药之前 李佩晶通过社交平台留下一书 写道 亲爱的朋友 好好照顾自己 我要离开你们了 好在就职及时 她最后还是脱离的生命危险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一生一事无成 而是事业如日中天时 身体罢工 从云端跌入谷底的心理落差 从人人都敬你爱你 到生活自理都成为奢求 从你以为你可以征服世界 到生活落魄潦倒 而这些 李佩晶的一生都经历变了 李佩晶的名字或许大家并不熟悉 但她的歌曲不少人听过 《我爱月亮》就是她的成名歌曲 23岁时 却因病手术彻底瘫痪 现在已40岁 好不容易遇到了知心人 还几度分分合合 更是被曝出了金屋藏娇八年 婚姻走到了尽头 病情也几度告急 而父母也只会向她不断索要钱财 为此她也曾失望自杀 不过又被救了回来 但今年疫情的蔓延 一度地让她的生活陷入了窘境 李佩晶1956年出生于台湾 父亲经营着一家工厂 那时她的家境还是蛮富裕的 她自小喜欢唱歌跳舞 童年过得也算无忧无虑 但生活的变故总让人措手不及 李佩晶13岁那年 父亲的工厂突然倒闭 面对生活的困境 年少的李佩晶也不得不开始打工谋生 所幸她在那一年与武登奖获得冠军 因一幅好嗓子得到大众的认可 才让生活突破困境的她 不至于像一个无头的苍蝇一样 在这个社会里到处乱窜 除了解决自身的温饱 李佩晶还负担起了整个家庭的开支 年少的李佩晶一边赚钱养家 一边学习音乐 而不断地充实自己 才能让她在舞台上走得更远 19岁时 李佩晶更是承担起了 父亲因工厂倒闭而欠下的280万元的债务 于是放弃了学业 加入了立歌唱片 能专心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李佩晶也是满心欢喜的 20岁时 他凭借一首《我爱月亮》 更是红极一时 还被封为了《月亮歌后》 而后的一首《月亮年轻人》也大受欢迎 她也由此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当红明星 事业风生水起 而李佩晶也正值年华 再努力一点 她的未来不可限量 但命运邪恶的手却伸向了她 李佩晶23岁 在新加坡演出时 因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胸椎上有一颗肿瘤 必须要切除 其实在当时动手术 被治愈的希望还是蛮高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都可以拖 唯独病情经不起等待 现在是八成的希望 过几天或许就变成六成 可是李佩晶的父亲 却因新加坡的医疗费太高 选择了带她回台湾进行手术 生命难道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吗 是或不是 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 但李佩晶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 手术后的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23岁 人生最美的年华 她却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她的后半生了 尽管她并没因此一蹶不振 反而依旧乐观 依旧在坚持唱歌和康复 在25岁时 胎获得了第16届 敬重特别奖 虽然因为瘫痪的缘故 导致李佩晶的事业一直停滞了多年 但她依旧在为生活奔走 不停地走穴唱歌 除了要赚取自己的医疗费外 她还要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开销 可父母一点不体谅女儿挣钱的不易 父亲依旧花钱大手大脚的 开口就向女儿讨要上百万 即便是李佩晶身体健康时 也无法时刻满足父亲的需求 何况李佩晶还瘫痪在床 可是像你索取的人 又怎么会在意你的处境呢 即便瘫痪后 李佩晶仍旧每个月贷款给父亲 50万的生活费 孩子容易惯坏 而爸妈也一样 你不考虑自己的承担能力 总是要多少给多少 他就不知道有一天 你也会无力负担 这不 父亲在他住院期间 还大肆卖古董不付钱 以至于欠下160万 被法官找上了门 躺在病床上的李佩晶 是又急又欺又恨 可是那是他的亲生爹娘 他又能咋办 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被糟蹋不提 最重要的是 他担心不懂理财的父母会被骗 于是就想着 先把母亲名下的房产 连过户时 父亲要求的50万 李佩晶也照给不误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与父母决裂的还是房子 李佩晶57岁时 硬要卖掉位于台北市 精华地段的房子 却被母亲控告 伪造文书 呵呵 心痛到无以言喻 他不过是父母眼中的摇钱树 永远地提款机 而父母也只会打他骂他 如果说生命里 这还带给了他一丝温暖 那便是陪伴了他30年的欧阳正宜 可是真相揭开的那一刻 却是满目沧桑 李佩晶在走学唱歌时 认识了当时节目部的经理 欧阳正宜 他自称是他的歌迷 想要对他好一辈子 并且主动承担起了 照顾他的责任 本来一个瘫痪的女人 已经失去了奢求爱情的资格 但上天却让他遇到了欧阳正宜 他觉得自己已是无比幸运 即便他离过婚 还有一个女儿 他也不在意 他可以爱屋及乌 把妓女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李佩晶29岁时 与欧阳正宜一同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欧阳正宜对他的好 令他感动不已 他们一起携手走过了30年 也一度被传为佳话 而且在丈夫的帮助下 李佩晶的事业 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他39岁时 他还付出发行了 唐氏三百首的专辑 对这个男人 他是心存感激的 可是即使欧阳正宜 对李佩晶很好 他的家人也并不信任 他的丈夫 李佩晶58岁时 欧阳正宜主动 与他提出了离婚 原因无他 只想证明 他与李佩晶在一起 并不是为了他的钱财 而他只想照顾他 即便是离婚后 他也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呵护被制 可是离婚不久后 李佩晶就被查出了乳腺癌第二期 如此不幸的李佩晶 是让人心疼的 欧阳正宜为了免除他心中的顾虑 立马又同他赴了婚 这样的男人 在我们看来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们也为李佩晶感到庆幸 也难怪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 下辈子还会嫁给他 可是现实往往是残酷 而且比电视剧更狗血 由于李佩晶对妓女特别好 让孩子一度觉得 妓母比生母更重要 于是跟李佩晶没有血缘关系的妓女 竟把胳膊肘向外拐 孩子不忍心 看着李佩晶被骗 亲手揭开了父亲的伪装 他告诉了李佩晶 父亲已有外遇八年 父亲在未和妓母离婚前 就曾多次已去佛堂围忧外出 其实就是去找小三了 爸爸还曾当面对着他说 觉得自己像只老狗被拴住 得知自己被骗的李佩晶 心都碎了 而且小三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同门师妹 说是闺蜜也不为过 还是李佩晶介绍两人认识的 而这些年 欧阳正宜又是图什么呢 正如李佩晶父母所料的那样 就是图他的钱 这些年来 欧阳正宜一直靠着老婆的钱生活 而且李佩晶为了让老公 靠茶行做投资 李佩晶至少花了几千万 而这些钱 又何尝不是丈夫 养小三的资本呢 生活的这巴掌 达得实在太响亮 让我们听着都感到绝望 李佩晶60岁时 再次与欧阳正宜离婚了 而且再没有了回头的余地 离婚一年后 李佩晶依旧气愤难平 曾直批对方 一手拿佛经 一手搞外遇 去年 63岁的李佩晶 实在不堪生活的重负 在网上留下一书 向世界告别后 便在家中吞药自杀 万幸的是 她被及时发现 抢救了回来 其实李佩晶一直都是坚强的 生活的众多苦难面前 她都坚挺了过来 但丈夫对此事的反应 却极为冷淡 直言道 离开就离开吧 可生活除了坚强 还需要钞票 今年 由于疫情的蔓延 65岁的李佩晶 有三场演唱会被取消 而她身边钱也已用完 生活陷入了窘迫 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 她的生活已得到好转 生活里总是有波折与苦难 但李佩晶却经历了太多 希望她真的能苦尽甘来 获得真正的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